那经历过这件事之后 你们怎么没分开呢 他找我道歉了 是道歉了 我是找他 我第二天醒了 我觉得确实是我做得不对 我当时在气头上 有点充分头脑了 我就去找他 去宿舍楼下 我站整整一天呢 在宿舍楼下 你不该呀 那不该吗 该该该 但后来后来他原谅我了 后来原谅我之后 然后我对他真的挺好的 基本上除了睡觉 我每天就是陪着他 现在为什么你要跟人分手呢 我觉得他还是那个样子 因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 跟我生特别大的气 我就连喝口水 然后他能不能跟我见 喝水那事本来就是你的错 怎么就我错了 当时我们俩在河边走嘛 我喝了口水 我觉得有味儿 我就吐了 然后他可得好 就因为这件事 刀鼓一路 是那么简单吗 就是那个时候 我刚看过一部非洲纪录片 就是很多非洲人 一滴水都喝不上 好多人就因为 没有水就死了 真的是活活可死的 他那时候那么一大瓶水 满地吐光光往下吐 那些水能救多少条人命啊 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啊 第一你不珍惜环境 第二你也不珍惜人家的生命 你这点水能救多少人啊 我教育你一下不行吗 你说就因为这点事 我说他两句 就可能是我说话重了 或者嗓他了一下 你说什么了 我说你神经病啊你啊 多大事啊 他说我装清高 我说我装的 那我就是好心 后来你还嗓他了 对我嗓了他一下 谁知道他真就往河里跳啊 你都嗓我了 不就想让我跳河吗 他把我往河里嗓 你跳了吗 跳了 河水深吗姑娘 好事 我真没想到他能跳河 你知道吗 然后你下去救了吗 我救了呗 我能不去救他吗 后来我拼了面 给他拽上来了 我觉得他 你说经过这么大一件事 肯定 这人肯定改了 不会再这样 有这种毛病了 结果到后来 他还是这样 他就一直数了我 从头到尾 现在事全是我身上 你自己想没想过 你自己有啥问题啊 我俩在一起四年 从大意我 小先生我是学妹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我没有过自己的生活 我这四年 每一年周年庆 从来没给我过过 第四年 我自己买了一些气球 然后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然后他进屋过来一句 炸这么磕热的这气球 这黄色是不好看 你这样让我心里多难过吗 我就说你两句 咱俩在一块天天开心就行了呗 那么多庆祝干嘛呀 就对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然后之后对我就特别冷淡 就这点事 你至于犯得上 就把咱俩在一块那么久 攒那么多东西 你往河里扔吗你 你瞅我啥都不顺眼 我就扔那些让你顺顺眼呗 让你清静一下 扔河里我不管了 我能接受 但是他整个人玩失踪 我真接受不了 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我整整三天我找不着你人 你朋友没人知道你去哪儿 你寝室也没人 我最后通过你父母 我才知道你偷偷跑回家去了 我怎么我就偷偷跑回家 我想家我回家不行吗 我跟你在一起四年 我感受过一点温暖吗 我爸我妈从小对我娇生惯养的 到你这儿 我每天给你洗衣服 哎呀你说这养闺女有什么好啊 都给别人洗了 也不给老爸洗 所以我就想家了 所有回家了 我怎么了 那我后来不也劝你去了吗 苦口苦心跟你说 是 你后来是劝我了 然后我俩又重闺于好了 然后好了之后 他就对我还是就那样 我听明白了 特别冷淡